字幕 refractory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我們熱學科學家的 長話短說節目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的是 錯綜複雜的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我們現在所生活的這個世界呢 到處都充滿了網路 比如說現在這個圖 是電腦網路的連接圖 在自然界的生物也形成了一个生态的网路 掠食者以及被吃的倒霉的猎物 它们之间的捕食的关系 也可以形成一个食物网 那这个是我们的电力系统 从发电厂透过输供电的系统 配电的系统直到我们的家里 它也会形成一个网路 那甚至在我们的大脑里头 所有的神经细胞也是形成了一个很复杂的网路 事实上不管是自然界也好 或者是在我们的社会上也好 到处都充满了网路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 由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所形成的社会网路 那这个是在这一次台湾疫情爆发的时候 这个陈时中部长所讲的一句名言 人与人的连结 有各式各样的连结 不管是成为朋友也好 或者是其实成为仇人也可以 或者只是点头之交 或者是大家同时有出现在一个职场上面 这都可以形成一种网路的结构 比如说呢 这个是一个好莱坞的明星 叫做泰文贝肯 他也过的电影还蛮多的 那他在一次新片的宣传的受访过程当中 他就讲了一句 其实听起来还蛮臭屁的话 就是说放眼整个好莱坞 里面所有的这些演员 要嘛就是跟我合作过 要嘛就是跟我合作过的人合作过 所谓的合作 就是两个明星同时出现在同一部作品里面 这样子也是可以形成一个网路 那因为他讲的这个话还蛮臭屁的 所以就有好事者电脑工程师就去架了一个网站 把电影资料库里面的明星 以及电影所有的相关资料都输进去 只要输入任何一个电影的名字就可以马上显示出 这位明星人跟凯文贝肯之间的合作中间是经过了几首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电影资件他们的合作的网络 现在当然是一个网络时代 由于各种社群媒体的兴起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透过这个虚拟的电脑网络 就变得更加的紧密 而且呢 因为是电脑网络 所以大家在上面的活动都会留下足迹跟资料 那我们要来分析这样子的网络 就变得更有可能 人跟人之间的网络其实可以透过实体的接触的人际关系也好 或者是透过电脑这样子的虚拟网络也好 就可以形成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网络 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做social network 也就是社会网络 现在我们要研究很多的社会现象以及人际关系 甚至做一些政策上面的决定的时候 往往都需要用到社会网络的分析 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 其实他有做过很多很有名 但是又非常有争议的实验 相对来讲这个社会网络的实验 争议没那么大 而且广为大家所接受 就是有名的六度分割理论 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两个人 只要透过六度的人际关系连结 就可以把这两个人给连结在一起 也就是说 我的朋友 以及我的朋友的朋友 以及我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这样子等六次就可以涵盖 全世界将近80年的人口 这个听起来是相当的可思议 由于这个理论非常有名 它还拍成了电影叫做六度分 六度分 那一开始 Millgram 它怎么去验证它所提出来的理论呢 其实它就是从美国的坎萨斯州为奇典 就写了一堆信 就随便给这些收信者 然后呢它设定了一个目标 它叫这些收信者 请你写信给一位你认识的人 最后这一封信的目标 要到达波士顿的一个基金的精灵人 你可能不是直接认识它 你要是直接认识它 你当然就直接写信给它就好 那如果你不认识它呢 你就在你的朋友中找一个 觉得可能比较有机会认识它的目标 你就把这封信写给它 同时把这个任务也交付给它 好 那这个实验这样做下去 就发现有其中一部分的信 就顺利的寄到了波士顿的这个基金的精灵人的手上 而且呢 中间所经过的过程都不超过六手 我寄给我的朋友 我再寄给我的朋友 有的两次就到了 有的三次到 那最长的一个是六次就寄到了目标 那因为这个是在20世纪中期所做的实验 所以这个方法当然是还蛮累的 那中间其实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大部分的信都没有信到 它为这个现象取了一个名字 就是我们是一个小世界 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小世界的网路理论 就是每个人都只要经过少少的几次的连结 就可以联络到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 那包括像电脑网路的世界里面 资料更容易取得 而且所有的上面的使用者 在网路上面使用的途机 全部都被自动记录下来 所以要做这个分析 比Milgram当年那么累的记性 给油菜去送 要来的容易取得 而且可以做非常大量完整的研究 就不会像米尔格兰那时候 有大部分的信息都没有办法达到最后的目的地 那在2016年的时候 脸书针对它的15.9亿的使用者的活动情形 你就是谁跟谁是朋友 谁跟谁是朋友 下去分析得到的结果呢 是以全世界来讲脸书的使用者 平均的分格度是4.57 所以人跟人的距离比起上一个世纪 又变得更短了 本来是6度分格 现在是4.57度的分格 那如果只看美国的使用者呢 这个就更接近了 分格度只剩下3.46 所以电脑网路的出现 以及这个社群软体的普及 让人跟人之间的连结变得更强 分格变得更短 我们就要回到台湾的疫情一开始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哎呀那时候真的是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那在全国的疫情爆开之前呢 几个主要的事件 一个当然就是华哈跟那个诺福特饭店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狮子会 那时候大家就讲这个狮子王啊 跟万华的茶室等等 这些人与人的连结 在2000名士典的研究 这是在美国他针对一个高中所做的研究 来研究高中学生的爱与性的关系 那因为这个主题还蛮敏感的 所以这个特别声明 杰波逊中学这个名字是一个假名 研究者针对832名学生 给他们访问做问卷调查这样子 然后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最近的18个月内 有没有跟谁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呢 其中有573个学生回答有 什么叫做亲密的关系呢 包含牵手 亲亲 告白 那甚至就是到18禁的性经纬 那然后根据问卷的结果 研究团队就做出了这个网路图 这个网路图怎么看呢 首先蓝色的脸指的是男生 粉红色的脸指的是女生 两个脸中间如果有黑线连起来的话呢 就是表示这两个人之间有浪漫关系 就是爱或性的关系 然后这个图要怎么看呢 首先最单纯的关系就是这个 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就配成一队 而且此外就没有再跟其他人的连接了 就是没有劈腿的意思 然后他那个数字63呢 代表的就是这样子的关系一共有63顿 接下来劈腿就出现了 一个男生劈两个女生 这样子的亲戚有12组 然后英女劈二男的有9组 再上去就越来越复杂了哦 英男劈三女 这个有一个Case 英女劈三男这个有两个Case 然后再越上去大家就看 哇 所谓的跪圈分断 就是越来越复杂的这种人际关系 而且是越扯越长 所以这个已经是多角的关系了 那比如说其中有一个还蛮特别的 这一位女生呢 她一共有跟五个人有爱或性的关系 而且这其中四个是男生 有一个是女生 不过这也符合目前的多元的关系 比较进步的思潮啦 所以我们也不用把它看得太奇怪 那其实最惊人的结果在这 就是完全错终复杂的关系 在这个整个最大的这个大圈圈里头 有包含了288个人 这些人可以连成一整片相连的纹路 互相告白啊 或者是变成情侣的关系 是这么大的一个图 那比如说这一位男生呢 他可以说是这个劈腿界的王者 他一个人一共拉出了9个浪漫关系 然后另外一个也蛮特别的 就是这六位三男三女 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回圈 也就是一个追着一个一个追着一个 最后第六个又回到第一个 都建立了这样子的关系 而且这一个六人的圈圈呢 他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关系的核心 他们除了这六个圈圈里面的人之外 也还向外去扩张了他们的关系 这呢我们在看台湾的乡土剧 有时候都觉得 哦里面的人际关系真是有够乱的 但是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杰伯俊中学的案例呢 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可能还蛮普遍的 而且不只是在大人的世界里面 在年轻人高中生的世界里面 就已经是这么错综复杂了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那其实社会网络的研究是现在的非常重要 也非常热门的研究 欢迎各位有兴趣在深入的探讨 一样欢迎各位来骚马 对我们的粉丝页按赞 这边收到我们随时的这个科普的新知 Podcast以及YouTube的最新讯息 这个YouTube当然也希望各位订阅分享 按赞开启小铃铛 好我们下周见